周日黄金综艺节目《超级魔王大道》收视告捷 上个星期一曲打败了同时段胡瓜还有张小燕的节目 荣争全台收视第一 而在节目里头模仿小哥费玉清而走红的林俊逸 也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 现在他红到表演党旗已经排到了明年 清亮无杂质的美声回荡在空中 在中式《超级魔王大道》模仿小哥费玉清的林俊逸 随着节目收视飙高 人气也跟着红不让 当期据说已经排到了明年 《超级魔王大道》上周收视全台第一 终胜代主持人欧帝 一举打败综艺前辈胡瓜和张小燕 中式总经理特别准备了台百万重击 表示只要收视再破五就要直接送给他 瓜哥就说就是他觉得很棒 然后他也很替我骄傲 刚说到五的时候可以骑走 那应该下礼拜 制作单位用心 参赛选手有实力 加上专业的主持人和评审 周末黄金综艺节目《超级魔王大道》 想必会越来越精彩 感谢大家